无标题表单换一下 然后第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题目1 问题 那问题是哪一种题型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是单选的 单选的 那里面有什么呢 有五个选项 那这五个选项 分别就是这几个 非常满意 满意普通 不满意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Ctrl C 因为我不要切来切去 我就全部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 先把它点点点五个选项 然后把它点到最下面这个选项 然后呢 把前面这一个剪下来 把它贴过去 反正有每个人做法 反正你就是总共五个选项 分别呢 把这五个选项把它加上去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选项4 把它剪一下 OK 那前面这几个 就把它删掉 好 那 这样子 其实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就新增几个项目 接下来的话呢 直接就 这个一定 必填 所以打勾 按个完成 完成之后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问题完成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它这边呢 你会发现哦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回答 一样的回答 一样的 一样的答案 只有你上面这个问题不一样 那其实哦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更快 那你如果说再新增一个项目 也是单选 也是可以的 可是比较慢 用什么方式来做比较快呢 其实有个比较快的方法 上面有个复制 有没有 这个复制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一题的选项答案 跟下一题 后面几题都一样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是再复制一个就好了 来改 那可是 改之前哦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二类的题目 可是第二类的题目里面呢 总共有五小题 那五小题哦 哎 他们都是同一类 那你怎么办呢 你总不可能说 一个题目里面 每个 主标题都一样 那副标题都不一样 这样感觉有点怪怪的 所以哦 顺便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这边有一个大的 大题跟小题的话 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在这边 插入一个新增项目里面 可以选择什么 区段的标头 那所谓区段标头就是说 它第二类全部都一样 所以区段标头点下去 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怎么 把这个 这个区段标头都一样 对不对 把它放上去 按个去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按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这个区段一样 对不对 那其他的部分怎么做呢 其他第一小题 里面 那因为这个可以从上面复制 所以你可以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复制 复制 按错了 应该是这个 按完成 按旁边这个 复制 OK 它就复制一个 然后呢 你可以按完成之后 先把它搬到 因为两个一样 对不对 两个 三个 那你可以怎么 把它搬下来 那搬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它是可以挪移的哦 把它搬到下面 放开 放下来 再按编辑 把这里面改一下 改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都一样 所以你就是复制 贴上 OK 然后呢 这一题 把它复制 贴上 然后呢 一样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这样子的话呢 逐步哦 我想底下应该都差不多 把这些题目呢 通通做完 那可能比较问题 这个应该是多行 那 性别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 区段标题 那里面的话 就有这几个项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点击